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望3D教学课堂 本节课呢,我们讲第11课 测量与查询 首先大家看一下目录 本章呢,一共分三个大部分 一个是尺寸的测量 一个是检查实体 一个是检查建模 所谓检查实体与检查实体 检查建模,就是如何测量实体与建模的详细信息 下面让我们来进入正常的教学内容 首先呢,让我们学习第一部分 尺寸测量 如何用中望3D对已有的模型进行测量呢 尺寸测量的功能分为七个部分 分别是距离、角度、圆弧、半径、长度 面积、面积、还有3D曲面 让我们进入中望3D来进行学习 进入中望3D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模型空间已经有了一个模型了 为了方便大家测量呢 我已经把左边的这个历史进行树进行封装了 现在大家只能看到一个这个造型的这个界面 下面呢,在Raymond工具栏中 我们进入查询命令 我们开始第一个测量,就是距离 在距离测量中呢 我们分为四种测量方式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选择点对点 我可以随机选两个点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选完这两个点之后 它的这个测量的距离的这个结果 就已经显示到这个小窗口上面了 它的一共有四个选项 一个是总距离 一个是X方向距离 一个是Y方向距离 一个是Z方向距离 大家都知道 它的总距离呢 其实是等于X方向距离的平方 加上Y方向距离的平方 再加上Z方向距离的平方 然后开方进行得出的 就是它的总距离 那另外呢 在左方的这个设置工具栏 设置界面下面 我们可以分别 把这三个XYZ方向的距离 可以关掉 大家注意啊 当我关掉其中 Z方向的距离之后 它的总的距离 也会不把这个Z方向的距离 计入在内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 并不是说 我关掉Z方向的距离 它不显示了 但是它的总的距离 会把Z方向的这个计入在里面 不是这样的 当我们关掉其中一个方向的距离 它就不会计算一个方向的距离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另外呢 它这个符号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负值 或者给它一个正值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个参考方向 比如说呢 我给它一个这个Y的 外方向的反方向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啊 它的这个方向呢 就是都是正的 这个没有 然后但是总距离呢 是负的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那是因为我们刚才拉取这个直线的时候 是从第一点 就是我鼠标现在这个点 向第二点进行拉伸的 它的这个总的方向呢 其实是跟这个Y的 这个Y的方向相反的 所以它在这个距离 这方向有一个负号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不是很常用 下面呢 它也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可以选这个点对点的方向 比如说我刚才 从点一到点二拉伸的一个距离 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呢 它是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在这个Y轴 是沿着Y轴负方向进行的 另外呢 Z轴也是 所以在X和Z 这两个方向上面 都是负号 这个跟刚才这个负号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剩下呢 有一个投影 同样呢 当我选给它选择 一个投影方向之后 大家就可以发现 我选左边的这个 也就是Y轴正方向的 这个投影的时候 它是会 把这个直线 投影到我刚才选择的 这个方向上面 然后呢 得出的这个总的距离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时候 这个距离就是它的 投影距离 不是它的这个总距离 下面呢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变量名 所谓的变量名呢 就是我把我现在测量的 这个值 给它关联一个变量 在我们今后呢 做参数化设计 或者是进行方向式管理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调用 创建最短直 最短直线呢 就是我可以创建 我选的两个对象之间的 最短直线 因为我现在选的是点对点 所以它的最短直线呢 就是我现在选择的这条线 所以说它就不会创建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另外呢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功能 也就是点到对象 所谓的点到对象呢 就是我先选一个实体 这个实体呢 是一个面 然后呢 我让它跟点 进行一个这个设置 然后呢 我这边勾选上 这个创建最短直线 其实它的最短直线呢 就是这个面的法向 且通过这个点的 这个这条直线 就是我们的最短直线 另外呢 它同样会显示出 三个不一样的距离 这个都讲过了 这个投影方式呢 我一会儿会给大家讲一下 下面呢 我们看一看对线 就是这个 第三个功能 这里呢 我们换一个模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模型空间呢 有一个圆柱体 和有一个球体 当我进行这个实体 对实体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 这个圆柱的柱面 然后再选择 圆柱的球面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这个方式 是边界到边界的时候 它就是这个柱面 最靠近球面的一点 再到这个球面的一点 它的这个距离呢 是39 那我如果选 边界到中心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其实会计算 第一个实体的边界 到第二个球体的球心 是这样 所以它的这个距离增加了 那我可以选中心到边界 就是反过来了 是这个圆柱面的 它的这个轴心 到这个球面的 最边界的一点 这个是中心到边界 那我选中心到中心呢 肯定是这两个 就是所有的这个中心值 就是一共是60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距离测量 最后呢 就是点到平面 这个其实很容易想象 就是我一个参考面 或者是一个点 到其中一个点的这个距离 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时候当我们选择的时候 它就会只有 这个法向距离了 就是说只能测 只能测量点到这个面的 法向距离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点击确定 那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角度 选择角度呢 我们的角度测量方式呢 一共也有四种 这个里面前三种呢 其实是这个 两个线之间的夹角 而最后呢 是面之间的夹角 第一个选项呢 就是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基点 在这个基点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两个线 这个时候呢 它的这个基点就是 这根线到另外一根线 它的之间的距离是120度 这个没有问题 下面呢 有一个测量的范围 我们可以选择 是0到180 还是-180到180 或者是0到360 这个变量名呢 同样是 我们可以把测量的结果 当成一个变量进行使用 那下面呢 我们可以选择第二种测量方式 四个点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其实测量的是 这个直线的方向之间的夹角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时候它测量的角度是60 并不是180了 120了 这个是因为这个直线的方向 是这个沿着直线的延长线 并且与这根直线的夹角 是60度 然后当我选这个两个向量呢 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随机去选择两个向量 向量之间的夹角呢 也是60度 没有问题 最后呢 是这个基准面 到基准面之间的距离 我随便选两个基准面 它俩之间的距离呢 是126 这个就是基准面之间的这个角度测量 另外呢 我们看一看圆弧测量 圆弧测量呢 首先我们是三点确定一个圆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 像这个 我们刚才的这个孔的这个 内源 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就可以测这个 圆弧的半径 然后包括我刚才那三个点 就是中间最 距离最远的两个点之间的夹角 还有这个圆弧的圆心 还有它们所在平面的这个法向 那这个就是测量的结果 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直接选曲线上的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可以直接进行测量的 但这个时候大家就注意 你看它的角度呢 就是零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半径的测量 这个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要随意选择 我们想要测量半径的圆 或者是柱面 都会测出来它所在的这个半径 当然我们也可以让它测量成直径 然后呢 是面积测量 大家注意一下 我的第一个面积测量 并不是说我选择一个面 它就会测量一个面之间的这个面积 而是我们需要选择 一个闭合实体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选这六个实体 点击确定 它这个时候呢 就会计算出来我们刚才绘制的这个六边形 叫它的面积 以及周长 还有它的一些惯性 还有一些它的面积质量 如果我们这个密度给1的话 它的面积质量其实就是它的面积 然后另外呢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就是测量的结果 保存成TXT格式 那有人问到我们想要测量这个模型现有的面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3D曲面去进行测量 比如说我随便选择一个曲面 它就会测量我们的这个面积边界 还能测量出来我们选择这个曲面的最大曲率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另外呢 大家要注意一点 我们这个面其实是可以多选的 比如说我选三个面 点击确定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把三个面之间的这个面积进行累加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面积测量 讲到这里呢 我们整个的这个查询功能里面的测量这部分 就已经讲完了 下面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二部分 检查实体 如何与实检查实体的各种信息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检查实体的前四个功能 实体信息 坐标 曲线信息 以及曲线的联通性检查 进入中望3D界面 我们还以刚才的模型作为这个案例 首先呢 我们来检查一下实体信息 这个时候我选择实体信息 选择一个面 这个时候呢 大家会可以看到 它这个面的这个信息就会显示在里面 包括这个面的涂层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里面很多的参数呢 都是跟软件有关 并不是我们就是常需要的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看我们需要的信息就可以了 另外呢 我们一样可以把这个信息另存为文件 这个是可以的 那另外呢 我们这个实体信息呢 也可以直接框选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我就已经选了很多的这个实体信息了 我们可以根据下一个下一个去看 包括里面那些草图的信息 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查询坐标 这个坐标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当我们的这个鼠标在哪个点的时候 它就会显示到哪个坐标系 这个大家就是经常用到 另外呢 是曲线信息 简单呢 我随便选择一根曲线 它会显示这个曲线的长度 还有它的这个维度 包括它的这个次数 还有的就是它的一些起点和终点 另外呢 这个信息我们一样是可以保存的 另外除了这个曲线信息之外呢 我们可以查一些其他的这些数据 包括这个 这个Nurbs数据 这个呢 就是主要的是它的一些 XY值的这个方向性 我们可以在这个草图里面 去绘制一个样条曲线 那我在远处绘制一个样条曲线 这个呢 比直线看 大家看着要更加的这个直观 我们同样选查询 在查询的这个功能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个曲率图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会把这个曲率 以这个柱状图的形式 显示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模型空间 这个大家就会看它的曲率 是否联系 联系 包括我们可以给它 显示它的拐点 这个时候呢 这个拐点就在这个地方会显示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儿 显示它的一些创建点 这个我们经常会显示一个 它的峰值 就是两个曲率 最大的这个峰值的这个位置 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一些选项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这个样本 在我们之前的课程中也讲过 它其实是每根线 中间取多少个点 作为取样的样本 这个点数越大呢 它的这个精度是越高 但是呢 它的这个计算要更加复杂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呢 这个曲线 我们是可以单选 或者是多选的 这个跟我们刚才的这个 3D曲面是一样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看 比如说它的一阶导数 这个就有点放大了 还有二阶导数 还有三阶导数图 但是我们最常用的呢 还是它的这个曲率 说完曲率图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它的这个曲线参数范围 这个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 参数的这种查询 与参照 这个呢 包括有一些 它的这个控制多边形 这个我们可以 就是显示它的一些 多边形的这个点呀 还有它的一些 其他的这些功能 这个并不是常用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解释 它的这个控制多边形的解释呢 就是可以使用此命令 显示曲线的控制多边形 它是指呢 连接相邻曲线控制点的线段 然后呢 控制点呢 是由系统保存点的集合 用于数学的方法定义该曲线 可将此命令呢 用于激活零件或装配子装配 以及其他的这个组件上面 这个就是两个控制点 加上它两个端点 这个当时的这个控制点呢 其实是我刚才绘制草图的时候 这个鼠标点上去的 这个延长的这部分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另外呢 我们可以检查这个曲线的连通性 比如说我们点曲线连通性 按住shift 链选 我刚才选择的这一个线段 大家可以看到 它只要是链接上的 就会用这个三角 这个大家看的可能比较模糊啊 用这个三角的这个 三角的这个图形 去框选它的这个链接点 而这个断开的这部分呢 是用这个小方格小方框 去框住它的这个端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端点呢 是在这部分 这个就是曲线的连通性 下面呢 我们来讲一下面分析 这个功能呢 常用在我们对曲面的一些信息的掌握上面 我们记录中望3D的设计页面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这个模型空间已经有一个模型了 我们选择分析面 大家可以看到分析面这里面呢 有七个选项 我们一一呢 为大家讲解 第一个呢 是斑马纹 也就是等高线 在这里呢 我把它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模型上面 已经打上了很多 就跟斑马的纹路一样的线 这个怎么看呢 就是当这个线 黑色的这个线啊 有断开的部分 就说明 它的这个曲面是断开的 而当这个黑色的线呢 在这个曲率 大家可以看到 这部分就是弯曲的比较厉害的地方 说明它的这个地方呢 它的曲率比较大 除此之外呢 当这个曲率成锐角的时候 就说明它的这个曲率是不连续的 在这里是断开的 在下面呢 我们可以调节这个斑马纹的数量 也可以调节它的宽度 如果越宽呢 可能我们看着更方便一些 下面呢 我们可以调整它的反射 也就是它的这个显影 方向呢 我们可以分为垂直和水平两种 当然了 我们可以让它两者都显示 但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非常不容易分辨 其次呢 我们看一看第二个功能 等照线 等照线的理解呢 大家其实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就当它的右边 向左 有一条这个平行的光源 方向呢 我就是以Z轴的正方向为方向 然后呢 打到这个零件上 打到零件上之后呢 它可以接受到光源的部分 就是红色 接受不到的部分呢 就是绿色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这个光源 以咱们这个视角 就是这个屏幕的这个视角 像这边设的时候 我看到的肯定都是红色的 那反过来呢 就都是绿色的 然后在下方呢 我们可以同时给它增加等高线 大家可以看到 哪部分呢 是红色 哪部分绿色 它会在这里面呢 把界限也给你标出来 下面呢 就是一个高丝曲率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是计算这个曲面啊 每一个点的曲率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零以下的 就是负的曲率 就是红色 曲率是正呢 就是绿色 大家这样也可以看出来 它的这个曲率呢 是上半部分呢 是凸出来的 下部分呢 是凹出来的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曲率的变化 说完这个高丝曲率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平均曲率的演示 这个呢 其实也是 怎么说呢 也是类似于高丝曲率的 只是它把同一个曲面的这个曲率啊 取了一个平均值 然后显示在这上面 那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拔膜 在这里呢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零件 上方的这个柱体呢 它是有这个三度的这个拔膜的 下面这个柱体是没有拔膜的 这个时候我点分析面 选这个拔膜分析 方向呢 如果不选的时候 它是默认这轴的正方向 这样我们选上也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这个角度是2的时候 然后呢 它的绿色的方向 就是满足拔膜的要求 而这个灰色呢 就是在这个2.0之下 标识下面蓝色 包括下面这些颜色 都是不合格的 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当我这个角度 是临界值的时候 我这个拔膜是三度的拔膜 它也会显示是蓝色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半径检查 我们还回到这个零件 这个比较更加的直观 我们看这个半径检查 就是我们先给它一个 半径分析的这个 怎么说呢 半径分析的这个区域 0到50 那这个标尺呢 就会标上从0到50 之间的这样一个范围 取一半呢 就是0到25是红色 25到50是绿色 那这样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绿色的部分呢 它的曲率要相对大一些 而红色呢 就相对要小一些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半径检查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高度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方向 是X轴正方向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 它其实呢 就是以这个水平线0为这个基准 在0度以上的 在水平线以上的呢 它就是绿色 在这之下呢 就是红色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Z轴这个高度检查的显示 它的方向呢 其实是可以转换的 这一点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讲完分析面功能 让我们来看一看 后面的功能 控制多边形 曲面曲率 以及连续方式 错误检查 进入中望这个3D的绘制页面 我们还是用刚才的模型 首先呢 我们看一看控制多边形 我们选择一个面 这个呢 其实是向我们显示 我们这个曲面的控制点 所组成的点阵 就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包括这个显示的情况 可以有点 或者是网状 或者是这个全部 这个都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根据曲面 所自动生成的 这个控制点的情况 它是一个优微曲线的情况 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Nervous数据 这个时候呢 我们选择这个面 它会显示这个曲面的信息 首先呢 它的为数是不是平面 包括它的这一些 其他的这种参数 我们呢 一样可以把它保存 保存到文件里面 方便这个查询 然后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看曲面曲率 这个呢 它是动态的曲面曲率 与我们刚才这个3D曲面 并不一样 首先呢 我们鼠标的移动 它会提示我们移动的时候 它的半径 还有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数据 另外呢 当我们在下方选择一个面了以后 我们再用点去控制它 它呢 其实会这个 把整个的这个面上的数据 加我们这个点的这个数据 综合在一起 方便我们这个判断 比如说它的这个最大半径 最小半径 如果我已经选择一个面了 就是当这个面里面的这个半径最大的 比如说是28 而我这个 我现在鼠标这个点呢 是超过28的 那这样的话 它会显示我这个 现在的这个曲面曲率的这个最小半径 就是我现在点的这个里面 对 它就是把我刚才选择的固定面 和我鼠标这个移动的这个点的这个位置 加在一起 来进行一个统计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 连续方向错误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选两个面之间的交线的时候 它呢 会告诉我 这个面和上面我选的这个面 两个相交的这个面的 相切的关系 就是相切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相切的这个里面 有一个就是相切率的这个变化图 除此之外呢 它会告诉我们这个相切的这个角度 最大和最小 那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看这个位置 那位置呢 就是它的位移情况 最大的这个 两个面之间的这个点差距的这个位移是0.01毫米 最小的那可能是0.034 不过这个是平均的 是0.034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联系方式错误的分析 下面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检查实体里面的最后一个功能 也就是模型的检查与分析 这个部分呢 包括厚度分析 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呢 包括厚度分析 然后点击开始分析 因为我这个模型呢 一共有一千多个面 所以呢 我在这里就提前分析好了 因为分析的时间非常长 为了防止让大家进行这个漫长的等待 在这个里面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优先级呢 我们可以选择效率或者是精度 如果选择精度呢 那它就是以精度为主 计算的速度呢 就会慢一些 如果以效率为主呢 它就会计算速度快一些 但是呢 它的精度不一定特别的准确 这个大家要记住 另外呢 下面这个彩红色 包括光源都已经讲过了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检查结果 它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焦大值和焦小值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标尺的范围 比如说我分析的这个模型 它的这个厚度 其实最大的地方 才4点多不到5 那这个时候我在这儿呢 尽量就是分析的这个标尺的范围 就给它写成0到5 那如果我们这边 要是写0到50呢 那很可能整个这个模型 都是在一个颜色的区间的 这个非常不方便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浏览厚度这个工具 我可以浏览每一个地方它的厚度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有超过5了 这一部分呢 都是1.5 还有一些呢 这个统一的 其实大部分厚度都是1.5 只有极少入的部分 可能会多一些 这个呢 是因为它这个部分 后面会有一些的这个类板 这个就是我们的厚度分析 包括观看这个模型呢 也是一个是我们可以用彩虹色 去看它的厚度 另外呢 可以用这个红绿色也可以 那这里面呢 会显示一个厚度信息 这有最大的厚度呢 是91 可能是从这一部分到这一部分 它算到一起了 说完厚度分析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检查拔膜 那这边呢 我们还是用刚才的这个拔膜分析 选择检查拔膜 然后呢 我们去选择这个拔膜的下面 或者是上面 比如我这边选上面 然后方向呢 是默认的是这个Z方向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浏览它的拔膜角度 那这个地方就是三度 而下面是零 那上面呢 是当然是90度了 这个是肯定过关的 这个呢 就是拔膜分 检查拔膜 它是有可以一个动态的去检查 这个曲面的这个拔膜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看根切分析 点击根切分析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左边 它的默认方向是Z轴的正方向 那什么叫根切呢 就是我以这个方向 以这个方向为基准 向上面照射一条光 以及这个方向的反方向为基准 上从上到下照射一块光 而被这两树钢光都照射不到的地方 就是我们产生根切的位置 比如说这两个孔 大家可以看到就会有提示 它最开膜呢 就很可能开不出来 就需要采取另外的一种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根切 然后呢 我们看一看这个高度分析 高度分析呢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误解 它呢分析并不是分析整个模型的高度 大家看一下帮助啊 它是分析 我们选择基准面 与这个基准面平行的平面的高度 就是它只会显示 与这个基准面平行平面的高度 而其他的是不做分析的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儿啊 就是我这边的基准面 默认的是这个这个面 就是RX外面 那这样的话呢 它下面的这个平行面就是-9 上面这个平行面呢 就是40 只有这两个面被测量到了 那我们其实可以用这个动态的浏览高度 这样呢我们去浏览它的这个高度也是可以的 所以是大家要注意 这个高度分析呢 它是并不是分析整个零件所有位置的高度 而是只显示 与我们选择基准面的这个平行的面的高度 另外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果呢保存下来 而保存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高度分析结果去查询就可以了 最后呢我们看一看这个碰面曲率 选碰面曲率呢 比如说我们这边选一个面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选择这个 我们刚才选择这个面 这个的结面的这个曲率 因为我这边的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拔毛后的这个柱体 所以呢 它默认的是一个圆柱 那它就是选择了其中的一个面 作为曲率 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这儿呢 可以调节它的偏移 默认是零 那大家看一下它就是在这个零零的位置 那往上走呢 它就会成 因为我这个重面呢 它的曲率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治理呢 就不做这个分析了 在下面呢 大家注意一下 同样的 它会显示一些拐点 还是分析点 方便大家去做这个计算 最后呢 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折弯 我们进入一个板机案例 它呢 其实会显示一些折弯的信息 比如说我选这个折弯 它会显示折弯的半径 还有中性曲面半径 包括它的折弯角度 厚度 还有K因子 这个都是可以查询的 整体来说呢 检查实体的最后的分析这部分呢 我们最常用的是厚度和拔膜 包括跟贴 其他的呢 我们在板机里面呢 可以用这个显示折弯信息 这个高度分析呢 和泡面区域呢 是作为辅助这个测量 或者是辅助检查用到的 到这里呢 我们整个检查实体的功能 就已经讲解完毕了 下面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 本章的最后一个内容 检查建模 也就是检查建模的信息 首先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质量属性 这里呢 我既可以框选 也可以单选 我们想要的这个特征 或者是造型 它这个造型的个数呢 是不限的 我们可以多显的 其次呢 在密度属性中 我们可以选择想要的密度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0.03克 每立方毫米 这个质量应该已经不小了 它相当于30克 每立方厘米 然后呢 我们点击确定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会计算出 我们这个零件的 面积 体积 密度 以及质量 然后在刚才 包括它的一些行星的主轴 还有一些惯性距 我们都可以把它保存到文件里面 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样 另外呢 在质量属性这里呢 我们可以自动的给它换算 密度单位 方便我们计算 这一点呢 大家要注意 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零件统计 它的功能呢 并不是统计零件的个数 这点大家要注意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们点击零件统计之后 它会把这个零件的信息 显示到下面的输出面板里面 这里面包括一共多少个组件 特征 草图 平面 造型 曲面 编 以及其他的一些信息 这个是为我们做图 做参考作用的 另外呢 就是对比零件 这个功能呢 非常实用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经常在做设计的时候 需要对图纸进行多次更改 而有的时候呢 我们保存的版本多了之后 我们会看不出来两个零件 它之间的区别有什么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对零件进行对比 左边呢 是参照零件 右边呢 是对比零件 比如说我一个是测量与查询A 一个是测量与查询B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现在是全是绿色 也就是完全相等的 当我们 比如说我修改一下 B里面的一些特征 我再给它添加一个拉伸 这个时候我们对它进行 对比 大家就可以再看一下效果 不好意思 我们点一下对比零件 在这儿呢 我刚才忘选 忘选择A了 这个时候对比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独有的面 或者独有的地方 就会以这个蓝色标红 而它改变的时候呢 被改变的面 就会以红色的地方进行标红 这个就是对比零件的功能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关联文件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当前的这个文件 复制到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复制到其他的地方 或者是保存成ZIP 就是压缩格式 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的功能 就是如果我们 想要保存的地理位置 已经有了一个压缩包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压缩包的这个名称 输入到这个 保存的界面里面来 这样它会直接把我们这个零件 添加到这个压缩包里面 它不是凭空令生成为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压缩包的装备体 那我们想要里面添加新的零件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零件 在这里呢 选保存ZIP格式 在这里呢 输入压缩包的名字 它就是直接可以把这个零件 添加到压缩包内 这个功能是非常常用的 除此之外呢 就是我们的抛面仕图 中望的抛面仕图呢 有很多种 第一种呢 是单抛 就是单平面进行抛面 我们可以选择不一样的这个 参考面进行进行对齐 另外呢 我们这也可以 选择插入一个新的仕图 这个都是可以的 包括它的一些抛面的信息 比如说它干涉的部分 要不要用红色这个标明 它的这个被横截的这个横截面 可以添加一些条纹 包括条纹的透明度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 都可以在这里面进行这个 调节 另外呢 如果我们在这个里面是一个 桌面体 或者有很多组件 我们可以在这个下方的组件列表里面 去选择我们想要显示的组件 把不必要的组件可以给它关掉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种抛面形式 第二种呢 是用两个面进行抛面 比如说我这个抛面的厚度 我给它减小 它就可以就相当于 用一个有厚度的这个抛面 这个双抛面 去对它进行抛面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进行三个部分的抛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默认是XYZ的这个 八分之一的斜角 对它进行抛面 这个就是 这个三抛的抛平面 每一个平面呢 我们都可以单独去选择 它的对齐平面 还有它的偏移 最后呢 是我用一个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 我用一个立方体 对它进行这个抛除 而呢 它跟这个下面这个功能呢 是完全相反的 这个功能呢 是我保留 就是这个立方体内的东西 我对它进行保留 而这个功能呢 就是我可以选择 另外一个轮廓 简单来说呢 我这边可以选一个造型 比如说我在这儿去 生成一个常忘体 然后呢 我们用查询里面的 抛面视图 最后这个功能 我这个轮廓呢 可以选 选择这个轮廓 点击确定 我们可以用这个轮廓去抛它 把其他的部分删掉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这边可以 对这个抛面 对它进行抛除 那大家看到没有 它就是 我可以对它进行拉伸 可以给它设定是单边 还是双边 还是对称 就跟拉伸一样 我用一个拉伸的立体 对它进行抛除 当然了 我这个拉伸的这个轮廓 既可以是个面 也可以是一个草头的轮廓 这点呢 都不影响 到这里呢 我们的这个抛面视图 就讲解完毕了 那么当我想关掉 抛面视图的时候 怎么办 我在这个右边呢 有一个抛面的开关 我可以通过抛面的开关 对它进行控制 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 检查建模的功能 到这里呢 整节课的内容 就已经讲解完毕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另一边 谢谢观看